我們現在的一個方向 大概就是到六層 大概到了六層之後 我們的務續續還是會開放 那當然也要看大家在防疫生活跟疫情 這三個事情一定來做考慮 大一季六層七層 要衝綁這個學理上比較難理解為什麼 第一級的疫苗接種率 在目前這個時代來講 說實在他們都給的意義不大 其實這樣幾個標誌 你要看你要看兩劑 要看一劑 你如果真的要看疫苗接種率 你要看兩劑的接種率多少 那個才比較有意義 你完全不看它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邊境守得住 你就可以這樣啊 如果你們民眾還是可以 都非常嚴格的尊重 目前政府的規定 再加上你邊境還是守住的話 我們將一級問題也不太大了